這芋頭好香 這個可以蜜到這麼香甜 好蜜喔 蜜芋頭 這真的要這樣傳三代 才有這麼好吃 那妳吃厲害 這個包心粉圓 它裡面是包紅豆 真的包紅豆 最好吃的 那個也好吃 我覺得爸爸應該想要有人 階層這個工作 所以後來我大學畢業 我就也一樣繼續在那邊 然後到現在也十幾年了 結果他們生意好到怎麼樣 一天只做四個鐘頭 剉冰喔 是冰店 古早的剉冰 民國75 1954年開始到現在 1954年 有看到這個 這應該是阿嬤有沒有 這更早 對 它原本是阿嬤 是扁蛋 這個太偉大 對 然後現在已經有店面 對 你看這最早期的服務業 讓人吃一個雞翠袋 他的後代都很好 韜韜 大家好 我是韜韜 這麼可愛 你好 對啊 穿得這麼辣 對 你平常就這樣在冰店裡面賣 沒有 休閒一點 休閒 這樣大家會瘋掉 阿嬤 對 爸爸媽媽媽 然後再到妳這一代 妳介紹一下 當時是怎樣 當時是因為爺爺其實滿早就過世 然後那時候 爸爸那時候還小 好像四歲五歲 我爸爸還有五個兄弟姊妹 所以那時候一丈就是 問阿嬤要不要就是下去做看看 手工分園 他來做生理 對 就叫他去做 所以他那時候就挑著扁蛋 然後就沿路去叫賣 女人家挑著扁蛋 對 那一大多年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賣完 然後後來就變推車 然後後來在市場 然後現在就是有店面這樣子 對 一袋一袋有慢慢的 不容易 妳們家那個古早味剉冰 有什麼特色嗎 黑糖都是自己熬的 自己熬黑糖 黑糖剉冰 我們的料理都是自己做的這樣子 對 這阿嬤很感動 沒有 可是那時候阿嬤做的時候 只有仙草愛玉 然後跟珍珠 阿嬤那個時候應該是民國三四十年 43年創立的 43年 也很久了 然後他那時候只有賣三樣 然後是後來我爸爸跟我媽媽結婚之後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一起在研究 就是一些配料 這個就是他們後來研發那個包心粉圓 包紅豆那個 包心粉圓 好怕 好像蛋豬喔 對啊 我跟妳講 看到這個我會想到一個人 那就是什麼 我今天就特別要吃一下 對 這是我爸爸最喜歡吃的東西 對 阿公 因為那時候其實從小我就是假日 可能媽媽不想我們亂跑 叫豆子來 豆子在這裡 這個太傳統了 這個 然後看媽媽那麼辛苦 對 然後長大之後 那時候是大學 然後因為那時候住外面 然後剛好那段時間 我媽剛好身體不太舒服 然後我就想說我就騎車回去幫她 妳就講我們不會影響到妳講話 對 我們就騎 我就騎車回去幫她 然後就幫著好像也 也覺得好像也走不開 因為我們有兩家 然後我爸爸顧一家 然後我媽 現在並有兩家 因為後來我爸我爸他們兩個 就分開一人一攤 然後 但他們都各自顧一攤 其實滿滿忙的 然後我姐自己顧 跟我爸爸顧另外一攤 對 妳多講一點 真的很好吃 而且芋頭很好吃 傳統的味道 芋頭 這芋頭好香 妳這個可以蜜到這麼好香甜 好蜜 蜜芋頭 這真的要這樣傳三代 才有這麼好吃 那妳吃厲害 這個 包心粉圓 它裡面是包紅豆 真的包紅豆 最好吃的 那個也好吃 我覺得爸爸應該想要有人 階層這個工作 所以後來我大學畢業 我就也一樣 繼續在那邊 然後到現在也十幾年了 結果他們生意好到怎麼樣 一天只做四個鐘頭 生意太好 沒辦法 賣完了 這麼帥 賣完為止就在四個鐘頭 大家都要用搶的 基本上要排隊 或是預訂 預購 對 也要 幾點賣到幾點 兩點到六點 可是這個應該很辛苦 你要熬這些料 那個環境都很熱 因為原本只有三種料 然後後來變我爸媽的時候 他們其實研發 後來現在賣十幾種 養女兒真好 對不對 乖乖的 還願意陪在家裡 做家裡的事 很難的 這很辛苦 你不要看這樣 真的好棒 好 下次有機會 你們開在什麼地方介紹 高雄延城區 延定區 延城區 在愛河附近 愛河附近 掌聲給大家鼓勵一下 謝謝 透透